原标题 第一个例外就是许世友,许世友有点像武松,喝了酒之后力气更大,打仗更猛,所以许向前就特批许世友,可以在打仗前喝酒。 有人嫉妒许世友的特权,好却和许向前说这不公平,许向前指挥了一句话,如果能像许世友一样打仗,那就可以喝酒,喊不公平的人往往就没了声音。 除了许世友之外,还有一个人有喝酒的特权,这个人就是开国少将胡鼎云,胡鼎云的特权是黄克诚给他的,那时候他打仗有一个特点,就是不管喝了多少,从来都不会误事,哪怕酩酊大醉,也能在听到警报之后,立刻提枪上战场,而且可以百步穿扬,但无虚发。 胡鼎云除了爱喝酒之外,还爱吃鸡,但这个鸡不是闷声吃的,还要吃出作用来。 当时,国民党军队刚到陕北的红军发起了围攻,红二师召开了全军动员大会,当时胡鼎云是连指导员,连长就问他有什么鼓舞士气的好办法, 胡鼎云就买来了两只大肥鸡,和其他干部一边吃鸡一边喝酒,一边研究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 聂荣真听说这件事之后,夸胡鼎云为点子多,还和他说,只要能打胜仗,吃多少只鸡都无所谓。 展开全门,胡鼎云会把买来的鸡肉分给占有吃,但他对家人却十分严格。 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,他的夫人看孩子们已经半年没吃过肉了,就问胡鼎云能不能开一次婚。 结果胡鼎云说,老百姓别说开婚了,他们半年都吃不饱饭,胡家有什么资格开婚? 警卫员看不下去了,就偷偷打了几只野兔带回胡家,给孩子们做了肉。 胡鼎云回来一看脸色就不对了,问警卫员这是哪来的肉,警卫员理直气壮地说,这是自己打来的,没有花一分钱。 结果胡鼎云大发雷霆,让警卫员把子弹钱交工,一分都不能少。 1996年,85岁的胡鼎云女士藏词,她的骨灰本来可以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,这是莫大的荣耀。 但是胡鼎云对自己最终的归属,有自己的想法,按照她的遗嘱,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江苏淮音的刘老庄烈士陵园,和当年的老战友们在一起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